俄羅斯軍機敵空飛越突然一面衝出一枚飛彈 直接命中目標軍機瞬間被炸成一顆巨大火球 高速墜地冒出濃濃黑煙 烏克蘭軍方大動作公布擊落俄羅斯軍機畫面 直呼俄羅斯占領者就是這樣死的 這輛戰機疑似就是被稱為飛行坦克的俄羅斯米24戰機 影片公布同一天至少八架俄羅斯軍機慘遭乌軍擊落 烏克蘭北方的切尼哥夫也有一架俄羅斯飛機被擊落 從高空中直直坠落地面 烏克蘭民眾健壯興奮高喊歡呼 兩名飛行員跳傘逃脫 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人被烏克蘭民眾活捉 滿身是血 俄羅斯國防部也不甘示弱PO出影片 俄軍的軍用直升機成功用反戰車飛彈摧毀烏軍裝甲車 俄羅斯總統普丁一原先承諾 台灣時間5號下午3點開始停火 開設人道走廊讓烏克蘭平民疏散 轉個身卻食言 5號深夜11點就恢復進攻 俄羅斯國防部指控 烏克蘭放任民族主義者阻擋平民撤離 才會恢復進攻行動 目前俄羅斯持續朝著烏克蘭首都基辅猛攻 周遭的伯洛江卡 伊爾平 日托米爾也都是目標 再加上北部的重要大城切尔尼哥夫 還有原先普丁承諾 開設人道走廊的馬力波 和烏克蘭南部的第三大城奧德薩 通通持續遭到俄軍攻擊 烏克蘭總統泽倫斯基再度出面 呼籲烏克蘭人必須斬鬥 俄烏開戰之後 許多國家祭出制裁 俄羅斯則點名英國政府 對俄羅斯歇斯底里制裁 現在俄羅斯也要反擊 至於第三輪談判 預定7號登場 戰局會如何變化 恐怕依舊難以預測 記者綜合報導 名討論